检方怀疑柯文哲四千三百万买商办 跟金华城弊案有关联 连带让微经集团子公司 顶月开发前董事长朱雅虎扶上台面 就是民众党的这个党部 不是汇的七千三给阿伯吗 三分之一留给党部用对不对 这个这个他也有资料嘛 这个是金流嘛 这个户头都会查的 显然他查到可能 很可能不是这个这样子 而才会传朱雅虎 尽管讯后请回 但朱雅虎来头不小 为人八面玲珑 曾升获郝龙兵重任 二零零六年到零一四年 担任北市兵议局长 还兼任市府和议会副总联络人 风趣幽默与各方关系良好 以前备巡时 往世间要泼茶水 朱雅虎还冲到备巡台前 为郝龙兵抵挡 得到朱将军朱老虎的称号 只是郝龙兵卸任不久 却转投微经集团担任高管 让郝龙兵和不少市府团队成员不满 认为朱雅虎此举有如背叛 其实我真的就不是很了解了 因为从他离开市府之后 我们其实联系得很少 但我知道他在微经集团里面任职 但我不太知道他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跟工作 他去那个金华城上班 就被踢出那个群组了 好龙兵跟那个四仇嘛 三九二搞得很难进去 五六零都不给他 弄来弄去就只有给他三百九十二% 秘密约谈朱雅虎 牵扯书购买商办 和金华城案牵连 民众党表示 媒体配合检方约谈程序 恶意影射商办为金华城案 后屑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金华城案延烧 案情更显复杂 记者吴文昌中晚乡台北报道 您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证明 请不吝点赞